繼當局現出有嬰兒奶粉典含量不足後,再有嬰兒食品被揭發有潛在營養危機 我們日前抽查市面上8款嬰兒食品,包括烏冬麵、瓶裝乳粥、威化餅、曲奇餅和米餅小食 從他們標示的營養標籤發現,根據國際組織食品發展委員會對嬰兒食品的營養標準,其中5款納含量超標 最嚴重的一款雞肉蔬菜烏冬麵超標超過4倍半 另外,威化餅和曲奇餅的脂肪含量亦同樣超標分別3乘6至5乘7 有兒科醫生就指,嬰兒食品納含量過多,會加重嬰兒腎臟和心臟的負荷,增加日後患高血壓的風險 而醫生檢視完8款嬰兒食品的營養標籤之後又發現,部分的營養亦都不均衡 其中4款說可以比6個月大以上嬰兒進食的餅乾,能量超標最少4倍 進食過多容易過肥,但真正需要攝取的營養,它是未必足夠 現在比36個月以下嬰兒的食品都不受營養標籤條例的監管 有營養師就促請政府盡快將36個月以下嬰兒食品納入營養標籤條例 等家長選過食品的時候有營養資料參考,保障嬰兒的健康 要嬰兒健康成長,爸爸媽媽又應該怎樣選擇嬰兒食品呢? 嬰兒應該是依靠天然食物為主,而不一定是依靠這些預先製造好的餅乾 或者其他食物做主要的善食來源 醫生就建議初生至6個月大的嬰兒最好都是飲母乳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1.101 2.1 2.121 2.121 123.161 12. 132 161 161 161 12 122 1.171